今天 除了除了剛剛講的 講的講的氣候之外 那在台灣 在台灣的台灣的新聞 大概都都跟 都跟口題有關 那 呃因为经过24年的努力 呃台湾呢得到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认可 成为口蹄翼的飞翼区 他的口口蹄翼口蹄翼啊 基本上他的 他基本上是是出现在偶蹄木的动物 那这种的猪牛羊啊 这种的偶蹄木上上头的一种的一种的传染病 那主要呢出现在 因为口蹄翼所说出现他们的口腔跟他们的脚上面 那因为他是动物界的这个就是说全球性的法定传染病 那当台湾呢在24年前的口蹄翼进来了之后呢 那不得了台湾的台湾的猪肉的外销呢就终止了 好那24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呢现在的口蹄翼经过了 经过所有我们的这些畜牧业者 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终于那把这个口蹄翼呢又给赶走了 那台湾现在呢现在成为口蹄翼的飞翼区 所以猪肉呢可以呢重新出口 好这可能是今年呢跟猪啊有有关的 有关的两条两条这个重要新闻之一 那今年当然你说你说口蹄翼的厨艺呢 OK很好OK因为在在这个的猪年之后好那这口蹄翼的厨艺 但是今年呢我说有两条跟猪有关的重要新闻一条一条就是口蹄翼的厨艺 看起来台湾的猪肉呢可以重新恢复出口 台湾的猪肉过去 过去呢在日本的销量呢是不错的啊 好但是呢现在现在可以重新恢复恢复出口 但是台湾的猪农不要因此而太高兴 因为今年呢猪农可能要真正面对的呢是猪肉的进口 就是美国猪 美国猪的进口可能是你今天如果为了台湾在口蹄翼区的厨名而高兴 觉得哇我们猪肉又可以又又可以出口了 那过去呢台湾呢有有三大的这个就猪肉的出口 包括像是台糖啊等等等等都都都很高兴 那猪农呢可能也很高兴 可是我相信猪农呢在都高兴完了之后呢 你可能又开始不安 因为今年台湾真正要面对的是美国猪肉的进口 哦 我坦白讲了蔡英文政府是挡不住的 蔡英文政府不管是不管是面对美国的人权问题 面对台湾的猪权问题 面对到钓鱼岛的鱼权问题 你看到人权猪权鱼权 只要碰到美国跟日本的 那现在我们的政府呢因为意识形态 以及呢他本身的政治立场的操作 他是一筹莫展 他是一筹莫展 对日本对对美国一点办法都没有 反正呢连就是逆来顺受 就是呃OK那就是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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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美国跟日本的对台湾的霸凌这件事情 是民进党政府的专长 就是你明明知道美国跟日本在霸凌台湾在利用台湾的弱点 那在对台湾 台湾的台湾师师家这种就是说那精神上面的这种的镇压 那这种的霸凌当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台湾除了除了忍除了逆来逆来顺受 然后要明明呢 明明明明痛还要装爽 一般都是呢爽装痛 但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面对这种霸凌的时候呢是痛还要装爽 他对我们很好 他他对我们很很关心 这都是正常的情况 这都是你接下去会会会听到的话 好除此之外啊今天的 今天的新闻的新闻的重点都不在台湾 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印度 呃中印边边界 好我接下去的接下去的这些的重点这就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功功课了好所以我也没有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材料可以可以用的 今天大概都在媒体当当中的 好比如说联合报吧联合报大概 大概三版了三版今天的也都是国际新闻 大概一个版大概就今年的 今年的这个呃今今天的所有的重要的新闻 大概都在都在三版上面的全部全部的版面 上面的是南南北韩的新闻 那下面的中印边界爆发血腥冲突 那印印军了 印度的军人 那昨天的传出了三个人死亡 但是今天早上的说的可能又又有20个人死亡 所以印度的军人印度的官方的现在呢现在现在曝光的消息呢有超过20个印度军人 在这场冲突当中死亡 好那中印中印边界的中印边界的冲突 他会说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爆发的冲突 天气热啊 之前 还记得大概两个礼拜前我们我们我谈到一点点 谈到在中印边界的那个叫做叫做班公班公 其实要知道班公胡就好了班公错 那现在 台湾的旅游业者或者大陆官方的翻译说班公错 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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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公错 对错的那个错中文字用那个错 那个错其实 在这藏语里面来讲他就是胡的意思 所以其实 其实你叫他班公胡就可以 班公胡区 那这个跟这个胡有什么关系 因为呢因为昨天所发生的 呃 前的前天呢 前天的中印的军人所发生的冲突 也是在在这个班公班公错胡的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 中印边边界啊 所谓的边界就是说大家大家都不承认的边界 大家都不承认但是呢维持默契的这个边界 那在印度方面来的来讲的是 是是是印控的克什米尔区 因为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区 呃大概可以说他是 他是今天的亚洲的火药库 过去亚洲的火药库 大家都会看西太平洋 看三十八度线 北纬三十八度线 看台湾海峡 可是呢在欧亚路快上面呢 南亚的就说的火药库呢 就是在这克什米尔区 克什米尔区其实大部分的人 大概都不会去那个地方的人口的也不多 尤其呢这个叫做克什米尔的 他其实呢被被一分为三 但在中国方面来讲呢 不承认呢 现在的属于西藏的这个就是阿克赛清地区 不认为他是属于克什米尔 认为他是属于西藏的固有的西藏的藏区之 这一部分 好那对但是呢 大概在这个所谓的 目前的目前属于西藏的这个阿克赛清地区 和硬控克什米尔的这个拉达克地区的边界 他是一个互相都不承认的边界 当然中国和印度之间 从过去英国殖民时代 所留下来的甚至于是刻意的因为英国的殖民 不只呢他殖民印度 不只他殖民尼泊尔 那甚至于呢 他想要呢把他的势力在往北推进的进入到西藏地区 好因此呢在这个地区呢 因为他又是呢人人烟稀少 那从山俊岭 所以呢所有的边界的划定基本上在过去 因为人太少 所以大家也就没有这么计较 可是今天呢当人的能力 上山下海就像呢上个月 上个月呢大陆的登山队呢在用5G直播的方式 大陆的就是说呢登登山队 不是 不是一般的登山客的登山队 不是要挑战圣母峰的登山队 这一次呢上圣母峰的上上个月吧 这次上 上圣母峰的 是是是大陆的国家测量队 那这个大陆的国家测量队要测量什么要上去 因为圣母峰呢刚好是呢中国和尼泊尔的尼泊尔的边界 所以圣母峰严格讲起来 是中国和尼泊尔共享的各一半 以以那个最高峰但是过去因为 因为整个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的走势 从中国这边看过去的时候呢 他就是等于等于清藏高原的一个延伸 好的但是呢从整个的整个山形来看 一边比较比较缓和的这一边 其实是从印度尼泊尔上来这边比较缓和 所以过去 所有想要去上圣当登圣母峰的 几乎呢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呢从 都都是从南边的这边上来比较缓和 你比较有调节的空间 好但是呢中国呢在过去呢虽然也曾经去测过圣母峰两次 但是呢测出来圣母峰的身高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这一次好吧那我们再测一次 用现在的新的新的科技的再测一次 要给要给圣母峰的一个确定的身高 比如说在我念书的时代那个时候呢被 他本来就就很复杂 那 两个两三个礼拜前 呃那条新闻大家还记得就是 除了在这个叫班公湖 因为班公湖是一个班公湖其实是 是几个连续性的 那非常狭狭长的湖面 他比较像是一个内流河 当中的一个 比较宽宽阔 然后呢比较长的部分 他其实可能是 可能是呢呃四五个绵延的这个就是说的湖 图区所共同串联在一起的 好但是这个班公湖 这个班公湖的湖面的大概有三分之二 现在呢是在是在的西藏的藏区 换句话说呢是属于呢属于中国的在在管控的 有三分之一 是属于印度的印控的克什米尔区 印控的克什米尔区 他有分两块 一块呢叫做拉拉达克拉达克呢就是呢跟着阿克赛清区呢 是仅仅贴合在一起的边界呢 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在过去 1962年呢打完中印中印战争 中印战争中印战争 虽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叫中印战争 可是是印度呢对西藏的入侵行动 印度呢觉得那个时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共内战的结束了之后 整个中国大陆呢在 在这经过了经过了100多年的苦难殖民 然后经过了经过了8年其实是14年的 跟跟日本的抗战 那 整个的整个的国家的实力呢 几乎消耗的一塌糊涂糊涂 好那因此呢因此中国呢对于呢自己的自己的传统的疆界的利益的 保护呢 在印度认为说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应该中国最虚弱的时候 因此趁虚而入你不要说你不要1962年 191962年 1958年 金门炮战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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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年52年的那段时间呢就在打韩战然后呢1958年的时候 金门炮战 之后呢其实他他就是一直都是在 中国大陆一直都在都在的剧烈的震荡里面 三面红红旗大妖精都在都在这个时段里面 他是一个一个中国人的十年的大苦难 的阶段 因此 我我之前讲过在在 在人类的人类的这个就是说呢 人口数的地球的人口的变动到了20世纪的时候 其实人口的快速的增加 但是在20世纪的人口的全球人口的成长曲线里非常的陡峭 但是陡峭的曲线当中有三个缺口 就是 有三个时段的人口都掉的掉下去了 就能够突然间减少了很多 一次大战二次大战 以及 刚刚讲的就是呢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大妖精 的那段的期间的所造成的大饥荒 好了印度的认为呢有有有机可乘进来了 但进来了之后呢 本来呢把他的把他的就是说的皇皇家的英国英国过去殖民时代 所留下来的这个皇家的这个就是说的最精锐的部队 派进来 浩浩荡荡荡荡 就没想到进来了之后啊 被 被被解放军修理的非常非常惨 那把解放军的也没有也没有太大的企图心了把印度军队修理的很惨 赶出去之后呢 那解放军的就很快的就通通都撤回来 现在的整个的整个印藏的边界 仍然的出现不管东段也好西段也好 那仍然的仍然的是一个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就是说的未定界啊 非常非常的 绵长 那有些土地是相互的都 都不承认的是对方持有的 但是就现状来讲 这个克什米尔区的阿克赛金 广义的克什米尔区阿克赛金 现在呢是属于的藏主管 是属于西藏 那这这块呢其实大概大概不会不会动了 但是拉达克地区呢 印度呢在拉达克地区现在把拉达克正式的要纳边 呃 为什么说 克什米尔的是是是南亚的火药库 因为他牵涉到今天地球上的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 中国和印度 印度当然先知肚明现在他不可能是中国的对手 他的人口跟中国一样多 他的经济的规模只有中国的大概五分之一多 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说中国的人均人均所得呢 人均所得在大概今年 我估计大概大概今年 人均所得大陆的平均的人均所得大概正式的跨过一万美元 好那但是 如果印度的规模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多 那大概印度的人均所得就是中国的五分之一 你可以想到印度的绝大部分都还在非常贫穷的状状态 好的 国家国家实力 军军事力量科技实力各方面跟现在中国都无法无法相提并论 好那 但是中国和印度 这两个这两个传统的中国龙印度像的这个角力 最长最直接的表现 除了过去的中印战争 使得印度对于中国新生恐惧到现在 那五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办法改变 根深蒂固的你可以说印度对中国有非常深的恐惧 这一点的没有疑问 但是克什米尔地地区呢还包括了一个就是 呃 还包括了巴基斯坦 换说把把这个西藏的这个阿克赛新区呢拿掉了之后 现在 在国际社会当中的所所认知的所谓的克什米尔区其实 基本上面主要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会发生冲突的地方 你你可能你可能忘了不久之前 印度和巴基斯坦 也在克什米尔区的增兵 那也是剑拔弩张 克什米尔区 巴基斯坦大概控制三分之一印度大概控制三分之二包括呢这次爆发冲突的拉达克地区 拉达克地区是藏羽区 中国之所以对拉达克地区虽然呢虽然基本上面的 默认现在是印度在掌控 可是不愿意呢在在呃承认就是说拉达克是属于印度的 因为 拉达克地区使用的是藏羽 好 那跟西藏的是 是一体的 好但不管怎么样印度呢印度在这两年的时间 对于他北边 尤其是呢尤其是中印边境东段靠近克什米尔的这一块 的土地边界 印度的焦虑感 特深 你你现在看到的这场的这场的冲突 这已经是一九六二年之后中印在边界冲突当中的一次呢一次算是最大规模的冲突 让两个大两个两个大国然后 用用 这场的这场的冲突 谈不上战争啊 这场的冲突 我称为是21世纪所发生的 21世纪所发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冲突 什么叫新石器时代晚期 到目前为止呢所有曝光的讯息显示 在这个崇山峻岭人烟罕至 在那个叫做呢班公湖的旁边其实一望无际没有任何的建筑物跟跟人 那个呢公路基本上面都是简易修造的 大家是是怎么怎么怎么打的打到呢打到死伤死伤惨重 他比较像是呢 像是像是像是帮派之间的斗殴 大家都使用的是冷冷兵器 我为什么说他是新时代晚晚期的晚期的这种的人类的冲突 因为大家都用冷兵器 没有用枪 没有用炮 甚至没有用刀 那据说呢就是互相的K石头 然后呢用棍棒 那剩下的就是赤手空拳打 结果呢竟然呢竟然可以的印度呢打打死二十几个 据说呢中国呢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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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五个人 五个人的死亡 那伤下伤者更多 印度印度最早传出呢受伤的呢七七十几个 整个越界的这个印度军队呢都给呢都给打回去 好所以呢这两天呢在 在南亚的这块来讲 他就变得 有了一些的一些的新的躁动的元素 你在想那为什么 这问题这么久了 干嘛干嘛打到这样子不只是头破血流还打出人命来 有什么原因 待会讲 但是当你想到了两个多礼拜之前 你记得 你记得当川普 川普呢讲了一句话说 美国愿意 愿意介入去调解中印之间的边界冲突 你听到说你不是下一条说中印之间冲突需要你来调解 因为那时候大陆正在开两会 听到你会你会想笑 你的特朗普你自己把你国内事情解决好就好了 你还来调调调调停中印的问题 这几几十年的时间不就是你们这些呢 你的你的只殖民母国英国留下烂摊子 你今天还还要还要还请你来调停 用台湾的闽南话来闽南话来讲 今天如果如果让你美国进来调停话基本上就是请鬼拿药单 自己找死 还让你来调停 谁谁不知道你美国所谓的调停 只是要借着 借着的调停中印之间 在在所谓的硬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这些的边界的冲突 在班公湖的边界冲突 取得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 让美国的势力能深入到克什米尔 美国想要进克什米尔想很久了 因为克什米尔算从山峻岭 可是呢他的有中国有印度有巴基斯斯坦 基本上面的充满了所有地缘政治的元素 而这个地方 因为呢过去长时间的紧张 大家的几乎都采取半封锁的状态 所以呢除了除了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各具一块 以外 其他的境外势力是完全没办法进来 美国想想这块地方想封了 因为北边的就阿就阿富汗了 他基本上面的是一个战略要地 好但你想 特朗普呢其实百忙当中 都还丢一句话说呢 我们愿意我愿意呢 愿意的介入呢 去去调解中印之间的边界冲突 下边界冲突 有有有很有很严重吗 之前不是就听说呢 大家呢就是推来推 推去石头丢来丢丢去而已 就没想到呢 用石头用棍棒 用拳头呢 竟然打死了 印度的一个准将 还被打了两次 现在呢 重做重伤跑回去了 那那巴基斯坦呢 巴基斯坦之前差一点跟印度也爆发大规模的冲突 也也也就不久前 巴基斯坦幸灾乐祸的不得了 就是印度怎么那么烂啊 每每次的跟中国打都被打得头破头破血流的 每每次打都大大败现在连 在过去的入侵西藏被中国修理的这么惨 死了那几千人精锐精锐部部队的几乎呢 要不然就是就就是被打死 要不然就是被逮捕 被活捉 那 1962年被打那么惨 隔了隔了五五十多年之后呢 连用连用新石器时代的战法也被修理的这么惨 你要知道印度一直是印印度是一个 这个极要面子的国家 他在他的内部宣传他的大内宣比比台湾更厉害 他的大内宣呢 把自己的军队尤其是他的这些的北边的三地的特种部队 形容的像是的天将神兵一般的厉害 印度的印度的宣传有的时候你看他宣传是如果你你你能把翻的英文看你去看一下印度的一些的媒体的报道你都会觉得很好很好笑的 他把他把自己的自己的军队形容无比利害 所以印度人的印度人印度的媒体 对于呢这个中印边界的冲突的总是抱着高度的期待 相信的就像的跟 跟跟这个过过去的过去的印巴印巴战战争一样应该可以修理一下巴基斯坦吧 那碰到中国的时候这次又被打的灰头土脸 所以巴基斯坦在旁边笑的真的是看到印度呢被打巴基斯坦开心的不得了 可是所有的这一次的导火线 所有的导火线 不是在印巴 不是在中印 导火现在另外一个地方 尽管高回得了 好吧来回来我们在 因为因为还有还有南南北韩的问题 因为今天星期三 美国那是新星期二 美国美国时间的明天 在夏威夷 在夏威夷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跟杨洁篪见面 双方要谈些什么 那美方的昨天的蓬佩奥释放出来讯息是说呢 这次的见面是应中方的邀请 那中方的邀请不管中方想想谈什么 光是光是昨天一天之内的这两件事中印的冲冲突的问题南北韩的问题大概就够两个人谈了跟不要说香港啊等等可以谈的太多了 基本上你说这事儿事儿增多对事情很多 可是从美国的视角来讲如果说这些事情美国认为都跟自己有关 觉得自己都必须要 要有个态度 要有格要有个处理的处理的 方法 那 美美国就会更深刻的体认到这些事情 每一件事情也都跟中国有关 换到今天的国际事务不管是全球性的事务地缘性的事务 几乎每件事情美国固然会觉得说我 我是老大 听我的 可是今天 这个老大固然说 我还是我还是最我还是全都最大的 可是这个老大中就要认识到这些事情 如果没有中国的同意 没有中国的支持 这个老大一件事儿都办不成 好所以中美中美关系在这个礼拜 其实也是有些微妙的转变 尤其是美国的商务部 美国的商务部呢重新调整了对于华为的看法 呃 其实这个早晚会会到来了 虽然这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这要另外另外在这花花时间了 在在跟大家去去说明 就是去年我们讲过就是 呃美国要制裁华为 当你要制裁华为的时候呢 你接下去一定会碰到的就是5G的技术问题 5G的技术 你跨不过去 因为华为掌握的专利太多 在5G的发展的道路上面的那个呢 华为呢所设下来的专利路障是一个又一个 你随便走 你都可能会踩到了地雷 你会呢你会侵犯到华为的专利权 你会被告死 因此如何呢如何去跟华为 尤其去年 华为呢华为呢当选了 就是说5G的这个就是说 标准的那个那个叫做什么 什么组织 标准就全球的就是5G的标准的制定的一个协会 的主席 当华为当任正非成为主席的时候你就你就知道其实 在在全球的5G的标准的界定上面绝大部分的国家呢都认可认可中国支持中国 绝大部分会员的都支持中国 所以美国带头反华为 那要要去阻断华为的技术 大家都看到了 可是呢从5G的标准跟专利的掌控上面来讲美国跨不过去 所以美国商务部的回头 必须要 好像的给你一个favor 但是其实呢是拓命自干了 favor就是好 接下去呢美国的企业如果任何的美国的这些的电信业者如果要跟我呢华华为 去延商的5G的标准的时候你不用再来跟商务部的请请求许可证 开放 这怎么会突然间对对华为开放的干嘛对华为这么好呢那之前带带着打华为打了半天是怎么一回事情 这个动作是一个是一个sign 这个美国呢对于华为的封锁的封不下去了挡不下下去了美国的自己呢 都不敢把脚跨出去 因为踩你可能就会能踩到华为的地雷 那让自己可能遍体鳞伤 好但是 除了像像是华为的这种的问题之外 明天 在 台湾时间的明 就是呢就星期四但是呢大概就就是美国的美美国时间的这个就做星期三在夏威夷 那这两个人见面到底谈些什么 因为之前他们去年见面的时候去年蓬佩奥跟杨潔时见面在纽约见面是闭门会 是密会 没有对外 announce 他们谈了什么跟跟内容 今年在夏威夷有没有可能是密会也有可能 但是这些问题都可能触及到 我刚讲就说在 在中印的中印的这场的边界冲突因为 除了1862年的中 1962年的中印战争 1975年 1975年也是在中印边界的时候呢解放军对一个 对一个呢 在中印边界 也是有越界的这个就是说的印方的巡逻队 那发发动发动攻击 那造成死伤 1975年的是最后一次中印边界的有死伤的这种的小规模的冲突 但是这一次的死伤的规模比1975年那次来的来的更大 那最少从1975年到2020年45年的时间 中印边界没有死 但是这次呢又死了人 那印度呢印度的死伤当然比中国的要来的严重 对中印边界的对中印的关系来讲当然会有影响 那印度呢反正 本来呢对于中国就已经是心生恐惧啊 所以一直呢一直美国也一直说 你看那个中国可能的会会会会对你怎么样 所以你还是靠我靠的紧一点吧 所以印太战略印太印太战略 你看当当川普说把他的G7变得是G11 变得是711的时候 当他要变成G11的时候 他要拉拉进来的另外的4个国家 他拉俄罗斯好欧洲反对 拉澳洲 然后呢拉韩国 韩国兴高采烈 但是接下去我不知道了 因为现在呢 连连连开开成工业区呢都有事情 另外就是拉印度 好但我说这一次印度中印边界在班公湖的附近 会发生这么这么严重 而而而传统的这种的这种的就攻击方式 我说是新石器时代的冷兵器用拳头用棍棒用石石头 都能够打死这么多多人 你可以想见那个大家都已经是打了杀出火来了 因为现在天气稍微暖和一点 那个地方平常是冰天雪地 一年呢可以可以让巡逻队呢 稍微出来呢 出来逛一逛的 时间也不是这么这么多 那现在的天天气热 所以呢巡逻队那就出来了 巡逻队出来你看到我我我看到你那个边界又又不是地上的有一条红线你给大家各走一边 那个边界是卫星定位的 那大家 当然有些有些地方的有用这种的天然的构造物啦 弃个小小石墙啦 公路啦 用湖湖的边界啦等等 可以当作边界使用 可是有很多的地方他就是很模糊 所以你巡逻来巡逻去你看我我我看你 当大家见面的时候 这跟动物一样嘛 就是野生动物在在野外的时候 大家各有各有领域 各有领域的时候呢反正的都撒 撒尿做的做记号 可是呢当两两只两只动物 两只老鹰两只老虎 都同时走到了自己的边界 说见面的时候那还是得要打一架 那中印的这场的冲突大概就像是这个样 都用冷兵器用新时期时代的冷兵器 没有用现代的武器都打成这个样子 好但是我说导火线可能还不在克什米尔导火线其实在在去年 去年对印度来讲他现在 我我在谈中印问题已经已经谈了很多年 我一直说中印中印关系正在一个非常微妙但是 在历史的一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换的空间 因为 因为因为中国的崛起 他大大的削弱了印度在地缘上面的影响力 印度过去因为他的人多国家大 你想他叫印度 南边的那个那个羊叫印度羊 好像就是呢就是印度印度的这个国家海洋一样 周围的国家每个呢都 小小不垃圾的大一点的巴基斯坦 那这个呢回教回教我国家过过去的也被印度的修理的很惨 印巴的冲突是是世仇是树底 在他北边的 尼泊尔 过过去呢在清朝时代的 库尔克 那也算是骄勇散战的这个这个就是说的 部队 那你的尼泊尔能过过去呢也基本上面的完全的被印度压制 你的尼泊尔因为他是一个内陆国 他完完全完全被三面的被印度呢是封锁的而中国过去其实要上清障了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呢尼泊尔的就是 就是敢怒而不敢言面对印度的忍气吞声 可是尼泊尔下反了 尼泊尔反了这件事情是印度巨大的痛苦因为呢尼泊尔现在的不只呢背靠的中国敢给你 跟印度呢大声 你尼泊尔在去年的时候呢把他跟印度之间的三三块 有争议的领土呢 他国会通过 那纳入到呢就说你你尼泊尔的这个就说呢这个他的领土范围 印度不高兴也照做 双方面关系呢闹僵了 你可以说印度和尼泊尔的关系过去你尼泊尔的几百年的时间的几乎呢都都是 都是呢对对对印度低声下气的包括他所有的出口 出海口都不要透过印度 现在尼泊尔不理你 尼泊尔跟印度翻了这件事情对对印度是多么的没有安全感 过去印度几乎把尼泊尔当作是他的属地一样 但是尼泊尔翻了 去年的六月份 尼泊尔和印度在边境上面翻脸 大家不太注意这件事情 可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尼泊尔整个倒向中国这件事情 是印度现在的大痛 印度跟周围的国家没有一个关系好的 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 尼泊尔 除了呢那个被他控制的死死的不丹以外 东边的孟加拉 更南边的斯里兰卡更南边的海上的马尔蒂夫 每一个跟印度的关系都很烂 这是印度巨大的痛苦 他除了找美国他还能找谁 尽管都要回头了韩国 好的印印度中印边界的事情还在发展当中 印度都有优势的兵力啊 跟他的这些就是说那三三区的特种部队 但是每次呢冲突的都被 都被那些解放军的少数的兵力 而且不不不是 不是主力部部队啊 不是精锐部队啊 就中国的边防部队 并不是精锐主力部队 但是印度的边防部队都差精锐 结果呢都被那中国的解放军的修理得非常惨 这件事情对印度来讲势必会有一些的 内部的检讨跟反省的声音 好最后呢简单的看一下 看一下呢就说呢北纬三十八八度线的开城工业区 昨天金宇正 果然呢 昨天 那 朝鲜呢就把呢这个两韩联络办公室给炸了 两韩联络办公室在哪里 他在开城工业区 开城工业区在哪 开城工业区在三十八度线以北 名义上面来讲是在朝鲜今天 但有一部分呢其实是升到了三十八度线 的板门店的这个这个区块 那这个工业区是谁在管 这个工业区理论上面来讲的是朝鲜 那让 让韩国在那地方开了这个工业区 因为这个工业区开了之后呢使得许多过去 呃南韩人要做北韩生意的早期他们都是把资金投入到 压力江边的丹东 就是呢中国要进朝鲜的入口的丹东 但是开城一开了我这这个地方 劳动力太便宜了又太方便了 离首尔七十公里七十公里大概就是台台北还不到新竹的距离 七十公里这么近 结果呢这个这个办公室呢 这个办公室其实二零一八年才成立 那你说把他炸了炸了之后呢里面不应该死很多人吧这三三层楼的大楼 没有很多人因为一月三十号的时候呢这个办公室就已经关了 因为防疫的关系大家就把关了 所以里面没有人 没有人把他炸了 象征性的意义啦发泄情绪而已 爱不了事 这是好 感谢观看